嗨 我是阿貴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這次的開箱比較特別 我們邀請到了 小美女 嗨 大家好 我是莫娜 居然有人自稱是小美女 應該是大美女的 大美女的 絲過競圈 很會說謊很會說謊 好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呢 我們這次要開箱的東西 剛好也是莫娜非常喜歡 之前算是粉絲等級的嘛 沒錯 鐵粉 鐵粉 那這個東西剛好是小米的聯名款 那是什麼呢 我們等等一起來看看吧 好 那我先公布了 這次小米聯名的呢 是Star Wars 星際大戰 那有些人 有些人會說是星戰嘛 那我們知道莫娜她其實是個星戰粉 沒錯 莫娜妳星戰的資歷怎麼樣 星戰資歷喔 欸我比較晚加入的 我是從789看完很喜歡之後 再回去追前面的123456 欸 妳只看789 那妳不知道前面的劇情怎麼看得下去 就看得下去啊 我就沒猜欸 就是因為朋友也是星戰迷 所以她前面會先解釋 然後我去看之前 有先去看其他人的影片分析 然後就去看 從頭看前面的故事 然後再去接回去 好 喜歡的角色 喜歡的角色 我喜歡的角色我覺得我所爽會被罵 為什麼 我其實一開始是喜歡凱羅人 不是尤達大師嗎 尤達我也蠻喜歡的 可是因為我前面是先看到凱羅人嘛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是喜歡黑武士 就先喜歡凱羅人 然後回去看的時候又喜歡黑武士 然後後來又喜歡尤達 對 然後後來去看分線系列 現在最喜歡的是尤達寶寶 有 喔 可以 好可愛喔 那妳會收集她的公仔嗎 會啊 就是我收集的都是機器人系列 然後還有那個 那隻Baby尤達 嗯 機器人就是BBA啊 R2G2啊 C3PO之類的 嗯 那我們就請莫娜來開箱啦 耶 我覺得它其實盒子整個蠻精緻的 而且一打開就有這個 風暴兵立體的圖形在這邊 然後就耳機在這邊 看一下這個地方 你不覺得很像 有 就那個電影一開始的那個隧道 對 時光隧道傳加速的那種感覺 然後配件裡面還有這個 喔 感覺是一整套的 蠻漂亮的耶 然後這是說明書吧 它裡面 喔對 除了說明書確實有當小卡 但是卡上面是QR Code QR Code 喔 少了就會是那個 小米耳機專用的那個APP 對 裡面還有耳塞兩對 含這個應該是三對吧 然後這邊還有 就是聯名的商標買在這邊 連裡面也很像那個耶 喔 就真的是那個耶 哪個 那個耶 風暴兵配色 對 風暴兵配色 這條東西是它的觸控嗎 不是 這一支它是使用 按壓捏的觸控 它是用捏的觸控 那我可以猜它價格嗎 可以猜它可以啊 它是按壓的 應該1500 買得到吧 1500買不到 什麼意思 你要想想看它有聯名 它有聯名 好聯名再給它兩倍價好 3000好不好 那這樣可以以下了 3000可以買對 耳塞是黑色的 我想想看看軟不軟 好像還行 補充一下 它說這色聯名之外了 它的充電盒 它也支援 CHI的無線充電 喔 也可以無線充電 這個小細節是 雖然它是 也是Star Wars的一個Logo 對 但它其實是有一個飾板 對 它是一個功能 它是一個泄壓孔 對 然後去減少你的ANC 主動式降噪的一些壓力的感受 對 像我們那個 只要戴的ANC 就會吐得乘武 就很需要這樣的功能 蛤 它會吐喔 太弱了吧 它對於ANC只要戴上 就相當於跟暈船一樣 蛤 王文科它可以體驗曖昧的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佩戴的體驗就交給我莫娜啦 好的 它裡面一進去有一個音效耶 而且它是什麼音效 它就是星戰那個 咻 飛船開的時候那個音效 它這是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在很多的一些 功能鍵切換的時候 它帶的音效都是聯名的 Star Wars的音效 所以對於一個星戰迷來說 你可以時時刻刻聽到這個聲音 很有Feel耶 就是我要準備前往 就是某個神秘的領域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 我剛戴上來 我覺得目前在這樣摸 我覺得它這個餅比較長 對 長很多耶 然後感覺如果是觸控 按壓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因為我戴過那個很短的 我覺得很難用 我覺得它對我來說 它比較淺一點點 比較淺一點點 所以你就算是壓比較深的話 它也是沒這麼的入耳 對 它比較沒有入 比較沒有那麼進去的感覺 就是剛好是在耳朵的外面 你在笑什麼啦 但感覺木田服貼度是蠻好的啦 有點痛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懂我懂我常常也這樣 蠻穩固的 但是它穩歸穩 它感覺沒有很貼我的耳性 它就是感覺是有一咪咪小小的空隙的感覺 所以說它可能不會掉 但你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安全感 對 然後跟我自己平常在戴的耳機 我平常在戴耳機就是真的很貼我的耳朵 所以它完全戴上去就 原本那個物理降噪感覺就還不錯 所以你平常戴的也是豆芽式的 我平常戴的是圓形的一顆 那叫米粒式 對是米粒式的 米粒式不是更容易掉嗎 不會 因為它有那個做耳翼啊 喔你是有耳翼的 我是有耳翼的 因為是運動用的嘛 然後就可以卡住 我覺得應該是有耳翼也有差 所以就讓它物理降噪感受很好 但這一支目前聽你講話都是完全很清楚 那應該是我們現在還沒有開ANC的功能 等等的話我們會切到ANC 那你覺得它的聽感跟你平常聽的耳機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或者是它的感受你覺得 剛才在聽第一層的時候 因為我本來手機 我不習慣那個音量切太大聲 因為我怕很傷耳朵 所以我通常 如果是用我自己耳機的話 我都會是頂多切到40%左右 50%左右 但是如果剛才用降噪的第一格的話 我聲音要開全慢 我才聽得到就是音樂的聲音 就是可能才能達到平常那個 妳說妳的音量要調比較大 我的音量要調蠻大的 我剛才應該有調到至少八九十吧 對 然後才會有比較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聆聽感受 然後到第二層的時候覺得還OK 就是可以把音量再降小聲一點 然後第二層之後的通透聲音 我覺得它人聲比較 不一樣 不一樣 我覺得它整體聲音偏乾 我覺得 偏乾 嗯 好 然後 可是我覺得低音的部分也還行 就是咚咚咚都有打到點 然後再來是第三層 第三層跟第二層我覺得沒什麼差別 就是你音量大概都開 可能 五六十四五十 就是可以平常正常的聆聽感受 但是第四層的時候我覺得很怪 它會先切到一個 是有一個風聲 大概感覺在側周天環境的風聲 然後它會有一個環境音 然後一開始聽聽的時候 我也想說我是不是開到那個通透模式 嗯 它就是會有一點 有點怪怪的 然後到後面才會切回真正的降噪 然後 可是那邊的聲音跑掉 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 反正它的人聲是跑掉的 就是跟第二層第三層聽到的聲音不一樣 然後也跟原本那首歌的人聲不一樣 我可以總結 現在總結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以後要找莫娜開箱耳機的 只要莫娜能講出三個以上的好話 你的耳機真的超棒 不是 第二個重點是 小米這次做的 耳機的一些功能特色呢 不管是好或壞 其實在體感上 莫娜全部都有體驗到了 真的喔 對 在我沒有講的情況下 所以 我覺得小米這次做得很成功 然後再來就是莫娜的耳朵也蠻厲害的 它這一次確實 它特殊的調音主打了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它會比過去小米的耳機呢 會有更多一點 更均衡一點的低頻表現 嗯 所以你聽起來的話 你覺得它是有低頻的 嗯嗯嗯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它在人聲中頻的部分呢 也做了一個調整 嗯 那這次調整上 它是有強調說 其實你如果在聽一些那種獨咒啊 或者是人聲為主的歌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氣音跟齒音變少了 喔 這就是你可能會覺得它偏乾 或者是它聽起來 跟你平常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總覺得那個人唱歌好像換個人 嗯嗯嗯 對 那是因為它做了一個修飾的調整 喔 那它這個調整 連帶的影響是 它會在高頻的時候 有更多的細節 嗯 但就是就要看看你平常聽的那些音樂 會不會有一些高頻樂器 那 因為我們知道流行歌曲的高頻 其實算是比較少 嗯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如果 一般人或許會感受不到 那它只會感受就像你說的 欸有低頻 然後它的 對 人聲呢 跟你平常過於聽的 不太一樣 喔 但這個不太一樣呢 它是好或不好 我覺得就是 它就是每個人聽感的不同 對 像你可能覺得它偏乾 但是有些人就不喜歡那個齒音 或是那個氣的延伸 所以如果你想要聽人聲的發揮啊 其實你在聽那個 日本那個YouTube頻道 The First Attack 你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人的聲線 可以去在不同的耳機測試的時候 就可以去聽它的聲音表現的日本人 那接下來 剛剛我們已經有稍微講到 它的ANC主動式降噪了 這一次小米這支耳機 它提供的是 四段的ANC主動式降噪 就是一般中等 然後最強 你剛剛有講話嗎 然後還有一個特別的就是 它有一個風切聲意志 那確實在抗風噪它的調整上面呢 會或多或少 再影響到它人聲的發揮 但就是變成你要做一個取捨 因為有些時候它就算聲音表現很好 但風很強 一直煞煞煞煞你也聽不到 要對抗風的話 你最建議你在找耳機的時候 除了要找ANC比較強的 最好是找找看有沒有一些 有抗風噪測試的 ANC講完一定要講到環境音通透模式 那莫奈你覺得它的通透功能 我先幫你看到通透了 你覺得它的通透是比較自然的 還是有放大的功能 我覺得正常耶 正常 我覺得正常 那是自然 沒有差很多 還是會有一點電子音 算自然 可是旁邊風聲貓牌蠻清楚的 嗯 因為這種耳機 入耳式它通常還是用麥克風來去收音之後的反饋 所以可能在一些高頻啊 風聲 你就會覺得有點麥克風感 對 這邊有一個功能是 我目前跟五塊測下來都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強化人聲 我現在幫你開啟了 你有覺得我的聲音變得更強化嗎 有 可是我覺得是周邊環境被壓低了 所以你的聲音才被強化 那我們前面呢 剛剛莫娜開箱的時候有提到 我們這一次的耳機它不是用觸控 而是用更智慧的 更智慧的 智慧 包剪進去 智慧是誰 智慧 智慧 更智慧的防水 按壓式的力量偵測 那它的力量偵測的地方呢 它會有一個小小的槓桿在你的耳機上 不知道有沒有摸到 有一個 的回饋感 所以你會有感受到 有 小小的很小很小 那它這邊呢 其實你可以在手機的APP裡面 來做一些調整 那接下來呢就要講到重點啦 就是 其實以前小米在出 各種國際版的耳機的時候 它並沒有APP 那現在它有一個新的小米的APP 它裡面就支援到了它很多的耳機 可以去有更多的功能增加 那所有的功能呢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它可以去調整你想要的耳機的操作 還有就是你可以去切換你的ANC的強度 我很喜歡可以調那個降噪程度的APP 那我覺得它APP最棒的地方就是 連這種聯名款在上面它也會顯示出來 對啊有圖片耶 那接下來呢它有一些小小的功能就是 這隻耳機呢 它也支援了紅外線的離路耳偵測 那這個東西就是 對於很多人來說其實蠻需要的 因為你拿下來之後 它如果不暫停 它會一直撥下去 浪費電嘛 那你可以選擇你要開貨關 因為有些人它可能戴的不密啊 它會一直鬆掉 它就會一直去切換 確實會耶 這東西你可能要去看看你適不適合 接下來還有一個就是 它可以雙裝置連線 就所謂一對二 比如說你正在用A手機在聽音樂 突然的B手機來電了 那你接起來之後 它會直接幫你的聽音樂 直接切換到B手機的通話中 這種智慧的切換是 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廠商會慢慢加進去 那它也可以分裝置嗎 就筆電跟手機 可以 那我們現在來做通話連線距離的測試 那就現在音樂正在播了 那我們就請莫娜 往遙遠的前方行走 好 看什麼時候會斷線啦 現在呢要進行的是通話測試 然後你們現在新聽到的呢 會是相機的裸收 然後待會後面才會有耳機的裸收 我就要開始冷宵圍囉 大家好 我是莫娜 我們現在在 在哪裡啊 花山 我們現在在花山拍片 感謝書庫邀請 大家記得也要順便訂閱我的頻道 叫莫娜 莫娜贏了 就去聽音樂按讚 謝謝 讚 好啦 那我們簡單做個小小的總結 那莫娜妳覺得這一次 妳體驗完了這一支小米的Buds 3 妳覺得如何 我覺得 妳會 哈哈哈哈 妳會 如果給妳的話 妳會長時間來做使用嗎 我覺得我會使用 因為它戴起來的舒適度 是我覺得還OK的 然後 聲音的聽感也算我還能接受 因為我平常聽音樂都是聽 饒舌嘛 聽比較偏重音 然後降噪我也覺得還OK的 只是如果 因為我平常戴耳機還有一個 很長時間使用是 因為我要運動嘛 可是這一副我可能就不會 帶來運動 它比較不是那麼貼我的耳朵 如果是我自己要買的話 我會 可能有點小猶豫 但如果 妳是超級星戰粉 又非常喜歡 風爆冰這個角色的話 我覺得 就可以收 所以如果 如果妳擁有它的話 妳會為了這個星戰粉 而帶它出門這樣 我會為了這個 Star Wars的這個聯名 帶它出門 那現在呢 妳在小米的官網上 那就可以購買到這一個 小米Bus 3 Star Wars聯名款 那它目前的售價呢 是2,695元 嗯 喔 它沒有過3,000喔 沒有沒有沒有 好 那我改個口 我覺得OK啦 就是我覺得它 說真的不是高CP值 但是又符合它的價位 就整體使用上面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小米Bus 3 Star Wars 風爆冰 不是白冰冰 風爆冰聯名款 你要說幾次 好 那就是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開箱 我是阿貴 我是莫娜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